这个是我蒸个初六的时候 种下去的一盆绣球 现在长成这样的 很多人也去买一些绣球 说我们家的绣球 都是现在这样光秃秃的 我带大家看看那个样子 这个就是现在的一个苗情 你看后面 后面这个比那个看起来还惨 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叶子 很多人收到的也基本上都是这样 就是没有长出来叶 很多人说这个东西能不能养得活 这些个东西只是冰山一角 您看我们其他的 你看这边棚里面有这样的 这样的 多了多了 都是都是 那不光是有那种 也有这种带花苞的长叶子的 现在这种苗情呢 也可以说是到天花板级别了 叶片的由黑发亮 比我的脸都干净 这个就是我们的精品了 也是我们家现在拿得出手的东西 并不是所有的绣球 都像你们看到的那样光杆杆 也是可以这样长出来的 就像咱们年初六种下去的那棵 它就长得比较棒 也就是大概有十几天的功夫就这样了 再有一个月吧就可以开花了 像这个的话呢是我们年前 年前 年前一个月左右 好像是年前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就 放到这个棚里面来去加温的 因为那段时间确实很冷 所以说长得慢 像这种呢 再过半个月啊 就基本上都能开开了 都会漏涩啊什么的 很多花手担心养不活 主要是温度啊 你的花手也老说我 初六的时候买的 我的怎么没长啊老花一 我说您家哪的 我家山东的呀 我说你放哪了 我就放窗台外边了 冷啊宝冷啊 它的一个正常的生长 起码你得在十五度以上 十五度以上才能叫醒 才正常的一个生长 还有的话说老花一 就不行了你的皮肤觉得热的时候 绣球就开始晒伤了 所以说您也要盖它这个点 像月季绣球铁线梁呢 都是在这种花园里边的充当的三宝 它就是在阴面长得会比较合适的 目前呢 咱们家所有卖的一些品种都是新老人开花的 两广地带一样可以种 不一定是非要春花 而且呢 耐低温能力都很优秀 零下十度都没问题的 这是花儿门不要过分的担心 你的绣球养的怎么样了 当然了 如果说你喜欢绣球的话 我们家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 一分钱一分货 你会看的很明白 十点半来看我直播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战一 来了